2022春帆有什么好看又有趣的动画呢? 让小坑谷介绍给你吧 大家好,我是阿龟 我是查理 这季有一部相当值得期待的悬疑类型动画 配合着推理的元素让这部作品很有看头 那就是这部夏日时光 夏日时光非常温馨 就是好久不见的朋友聚在一起 一同度过了美好的夏季 留下了难忘的夏日回忆 绝对不是那样 如果大家没有查清楚的话 就直接看这部动画的话呢 那一定是会被吓死 的确哦,夏日时光是在描述主角圣平十年前 因父母过世而被小舟家收养 便与小舟家的曹宇林成为了儿时玩伴 国中后便前往东京就学 然而两年后为了参加曹的葬礼 圣平再次回到了家乡 没想到种种迹象与事件都暗示着 曹的死因并不单纯 似乎与当地流传着一种影子病有关 这个影子病是只要看到跟自己一样的人就会被杀死 于是主角便针对这个事件开始展开调查 本作改编至以完结漫画原作者是田中近规 动画导演是渡边部 动画集数已经公布是25集 约两季的量会一路做到完结 如果是习惯一口气追完整部动画的观众 可能要先忍耐一阵子啰 制作公司是OLM 同济还有在制作古剑同学第二季 播放平台则是由Disney Plus独家放送 看来Disney Plus也越来越多独占的动画 可以看动画的管道越来越多 我的钱包也越来越瘦了 看来各平台的动画之争势必会越来越激烈 本作男主角盛平的配音由花江夏树担任 在男主有多种说话的口吻下 例如一般对话 暗字推理 男男自语 惊吓等等 都可以透过声优的演绎 让观众更直接的接收到剧中的情绪 观众可以相当放心 整体的动画品质真的是不错 那做话不用说 在运镜方面做得更是好 那也因为有好的运镜 让整部动画呢 看起来更加的悬疑也更加的紧张 而且本作不单单是悬疑剧情片 还加入了死亡回归的元素 虽然这样的题材相当多见 但只要逻辑通顺 剧情编排缜密 气氛经营得当 依旧能在茫茫作品中脱颖而出 以前三集的观看体验来说 剧情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观众很清楚现在的故事线进行到哪 我们很喜欢故事桥段留下的伏笔 以及不时流泄出的悬疑气氛 也许大家并不觉得很刺激 但是胆小如阿归我 有时候已经要遮住半只眼睛了 虽然死亡回归这种要素 在动漫里面不算少见 不过凭借着本部动画 在前几集的作画表现 还有影子病等等的这样的设定 我觉得喜欢悬疑类动画的观众 可以跟着我们一起follow这部动画 以上就是我们对本作的想法 在2022春番推荐你 一定不要错过这部夏日时光 喜欢我们的推荐 你可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留言与分享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与鼓励 别忘了让我们的Podcast坑谷Live 走走听听 动画小坑谷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人中都是水 你是人中之龙